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儿倒是有了 她说的天真烂漫 仿佛真的是为一本书耿耿于怀的小女孩 蒋软微微一笑 不过是一本书罢了 你我既然是姐妹 等会儿我便让陆珠包了书给你送去 这箱书都是母亲留下的东西 我就是拼了命 摇护得完好 人群从她只言片语中不难猜出 既然用了拼命二死 再看蒋府嫡女 除了一身旧意外 再无别的行李 想必这几年日子过得也辛苦 趁火打劫的事情 大家也都明白 难得她小小年纪 便这般孝心 倒是护着王母留下的遗物 只是那些钱财 恐怕都被洗劫一空 下眼含笑看着她 拢在袖中的手指微微一缩 面上却更加心疼起来 知道你是个爱看书的孩子 回头正好和素儿一起 你们姐妹啊 倒是意趣相投 蒋软啵啵额前碎发 轻轻道 我与妹妹性浓于水 自然志趣相投 若不是志趣相投 又怎么会看上一个男人 若不是志趣相投 在蒋软嫡女这个位置上 又怎么会不死不休 连翘与白纸两个人 很快收拾好散落在地的书籍 率先帮着抬回蒋软 下眼张罗之回府 蒋软大门已关 围观的人渐渐散了 跨入蒋软珠色大门的一刻 陆珠扶着蒋软的手 姑娘慢些 别摔着了 蒋软一步一步 走得急稳 脸上笑意肃杀 心中 若狂风呼啸 娘 大哥 佩儿 你们看 我回来了 同出来的院子 尚且在收拾 下眼便先将蒋软领进大厅 几位姻娘还在厅里等着她 蒋素素一路倒是开心不已 至于蒋软说些家中去世 远远看去 真如亲生姐妹一般融洽 带进了大厅 果如下眼所说 几位姻娘已经先到了 居士占得有礼 为首的一位年纪稍长的 穿茶色直身傲裙的妇人 朝蒋软和戏地笑了笑 大小姐 蒋软目光扫在她身上 这便是蒋家大姨娘了 当初赵梅有了身子后 为蒋软提到通房丫鬟 可惜并不得宠 一位有韵 在府里 却是个摆设一般的人 蒋软也微微一笑回礼 蒋软走到一名穿桃色小袄 配绣牡丹花枝长裙的 妇人身边 撒娇道 姨娘 那妇人生得也算美丽 一双柳梅羊的略高 声音也高 笑道 哟 这不是大小姐吗 我说今日 夫人让我们来世做什么 原来是大小姐 从庄子上回来了呀 蒋软不理会的刻薄的话语 二姨娘是吏不上书的寿女 全当是官场上的笼络了 因着吏不上书的面子 二姨娘在府中也算得宠 生得蒋丽 与下眼走得极劲 自小便与蒋软不对付 当初赵梅还在世的时候 便没少吃二姨娘的亏 蒋软的目光落在 孤零零站在一边的女孩子身上 这是三姨娘生的蒋丹 三姨娘生下蒋丹 后便去世了 赵梅在的时候 蒋丹便是养在赵梅身边 后来 赵梅去世 蒋丹也不知去向 蒋软还记得 上一世的入宫的时候 蒋丹还未出嫁 后来 便也没了蒋丹的消息 只记得在府里的时候 蒋丹似乎不爱说话 沉默寡言的模样 最后一位女子 生得比另外几名姨娘 都要年轻许多 蒋软也记得她 这年轻女子 也很是有本事 上一世后来 差点到了 与下颜分庭抗礼的地步 名叫红鹰 是烟花之地的清官 本被蒋软买回来 准备送给上一级做礼物的 后来却不知怎的 自己留了座姨娘 上一世她全心全意 一来下颜 在对待红鹰的态度上 也十分厌恶 如今再看到这局面 却是再乐意不过的了 红鹰果如印象中一般 生得楚楚动人 偏生全身上下 没有一点烟花之地的风尘气 反而看着玲珑剔透 如水晶一般通透的人 难怪 并不偏好女色的蒋全 也会对她刮目相看 如此冰性欲邪结雨花 谁又不喜欢 纯然 一屋子的莺莺艳艳 或逢场作戏 或一时新鲜 蒋全真正宠爱的 还是夏颜一人 她手段高超 再有丈夫的宠爱 想要不再蒋家 站稳脚跟也是难得很 夏颜欲有一男一女 就是蒋素素和蒋超 夏颜解释 老爷今日带着超儿 去王大人府上了 软儿恐得晚上 才见得着他们 难怪大厅中 并没看到蒋超身影 蒋全一心想将蒋超 带入仕途 时时将他带入同僚家中 从小便亲自教导 与对蒋信之的冷淡 大相径庭 一想到大哥 蒋软目光微微刺痛 不自觉地握紧袖中双拳 心中深深吸了口气 才轻笑道 不必为我做这些 我本是蒋府上的人 回家便如普通的回家罢了 周围人听闻她的话 都是一静 蒋素素笑起来 大姐姐说的没错 只是大姐姐如今刚刚回府 这几年府里也变化了不少 不如等会儿让萌萌们 与大姐姐嘻嘻说来 免得大姐姐也不认识路了 就怕大姐姐习惯了 那有意思的山路 在走咱们蒋府的道路时 有些不习惯哪 怎么会 怎么会呢 蒋府的一草一木 早已随着上一世的血泪 深深埋入她的心肠 这里的每一人 每一处地方 都会实时存在于她的恶梦里 每当她从前世恶梦中惊醒 梦中的每一幅场景都在提醒她 江府 是怎样的一个地狱 她在这里种下一颗复仇的种子 如今种子入土 就等着慢慢发芽 梅清院是从前赵梅住的院子 里头一草一木 都是赵梅精心打理的 里头朝向好 风水先生也来看过 福音齐全 赵梅去之后 阮居便改成炎花院 蒋素素母女居住其中 给蒋软带路的王婆子 便是夏妍身边的人 一双精明的三角眼 不住打量蒋软三人 嘴里也没落下 大姑娘不知道 如今院子里添了新人 二姑娘年纪大了 也分了独立的院子去 如今屋子吃紧 大姑娘的屋子 还是夫人特意吩咐下来的 不知大姑娘喜不喜欢 陆珠一路走 一路四处张望 因着是新代金府的丫鬟 周围吓人 直当她是没见过 世面的乡下丫头 对蒋府感到稀奇 待走到一处院子时 王婆子才笑道 就是这儿了 感谢您收听本专辑 动动小手点击订阅 更新剧集不错过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与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重生之敌一女霍飞 作者千山查克 主播小夜光 云天河等 第三十二集 软居 江软打量一下周围 院子不算大 不过他身边也没什么吓人 倒是绰绰有余了 里头清扫得也算干净 推门走进去 屋子干净整洁 沿用的家具一应俱全 比之装饰上 不知好了多少倍 连翘和白纸见状 才松口气 帮着将行李安置下来 王婆子见江软 站在屋中若有所思 凑上前笑道 这院子虽说偏了些 好在清静 四姑娘的院子 离这儿也不远 得空的时候啊 大姑娘也能长个伴 不会没趣 江丹 江软微微一笑 这院子我瞧着不错 替我谢过母亲了 不过既然是我住的院子 我也想将这院子名字改一改 劳烦嬷嬷带我向母亲通传一声 王婆子笑着硬了 江软傅又走出屋子 来到院子前门 院门上头挂着一块匾 上书三个大字 浮萍院 好一个浮萍院 夏言确实能读懂人心 这三个普普普通通的词 若是放在上一室 定叫他安然神上许一宿 不过 如今这浮萍院 倒是该另换个名字了 晚上王婆子又过来一趟 一来是传下言的话 院子给了他 名字便随他改就是 二来就是 蒋全和蒋超 今日回得晚了些 不在一起用饭 让他自己吃些便罢了 嫡女回府 父亲却连面都不愿意见 可想而知其中有多冷淡凉薄 听闻王婆子的话 白纸和莲翘 都是心冷半截 如今江府里 与蒋软最亲的人 便是蒋全 可蒋软如今这样打脸 蒋软日后日子 想必比想象中更难 白纸和莲翘各自想着心事 陆珠却站在写似的蒋软身边 颇有些开心的道 姑娘子写得真好看 舌白的宣纸上 鼻走龙舌般两个大四 软居 当真是气势飞然 人都说见似如见人 那四季笔风圆滑 拼幼在其中透出一股隐隐的锋利 仿佛将心中玉气 隐藏于平静的外表下 乍一看 上扇若水 其实处处杀鸡 你识的字 不识字 不过奴婢知道 姑娘这字就是好 蒋软失笑 大锦朝曾经的低财女下颜 轻而易举便答应了换下院子名字 瞧着大度得很 实则想看她笑话 她想要换掉那块贬上的字 刚回府却又无一文银子 只得自己写了 可是次她五岁起便入了庄子 庄子上无人交识字写字 所有人都认为 她早已成了大字不是一个的草包 若真的能写出来 却不知是如何一笑大方了 陆珠疑惑道 姑娘在庄子上 也不曾习字识字 是怎么学会的 怎么学会的 将软目光落在面前的宣纸上 上一世 她也是这般被下颜交成了一个草包美人 习的都是弹琴跳舞 以至于大锦朝中百姓只要一提起她来 都会比一道 那个草包美人哪 只会如下等歌姬般的记忆 比她那个才情厌绝的妹妹可差多了 自被送入宫中后 宫中武器秦义高超女子数不胜数 要想得宠 她被迫接受了许多魔鬼一般的训练 而其中 习四这一项 却是八皇子亲自教导的 当初在漫天花雨下 她就是这般教她齿笔 在雪白宣纸上写下 玲珑头四安红豆 入骨相思知不知 这样缠绵的话语 谁能想到 那又不过是一场戏呢 如今看来 却该感谢八皇子了 八皇子的自己 大锦朝当属风流 她总说她的字偏柔 不够硬气 是以最后才会命丧黄泉 如今 她的字迹仍是圆润温柔 却不知她能不能看出其中杀鸡 蒋软笑了笑 蒋轩只从状案上提起来 吹了吹 交给陆珠 聊起来 装到院门上去吧 白芷和莲俏俏这也笑了 软君 真是好名字 姑娘自写得这样好 若是大少爷能看到就好了 说罢才明白过来 自己说错话了 有些不安的看来蒋软一眼 蒋软目光一顿 当初赵梅去世后 她被送到庄子上 蒋信之在祠堂跪了一天一夜 最后都没能令蒋轩改变主意 蒋信之一怒之下 便投身军营 走之前叮咛他 一定要依锦归乡 让所有人都不敢欺负了他去 在那些痛苦不堪的世子里 蒋信之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 直到后来在装饰上的某一天 蒋辅传来音讯 却说是蒋信之战死沙场 尸骨无存 她突然想到 上一世死讯传来的时候 似乎是两年后的事情了 如今还在两年前 事情是否有转机 想到这里 蒋软突然激动起来 若是蒋信之还活着 这世上 他便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只是 怎么才能知道 蒋信之是否还活着 又该怎么扭转他的命运 连翘见蒋软紧紧皱着眉头 神色莫变 担忧到 姑娘 连翘 当初母亲去世的时候 我卧病在床 不知晓外头事情 只知道大哥在寺堂里 跪了一天一夜 后来大哥便向我告别 你与白纸都在外头 我问你们 可知道大哥投了哪位敬严名下 这个 大少爷没说 奴婢也不知道 不过奴婢记得很清楚 当时边境胡人滋事 陈家军和官将军都在招新兵 却不知是哪一家了 回到蒋府的第一日 便在平静表象中的暗流汹涌中度过了 第二日 天气极好 连翘与白纸一大早 便去打听蒋信之的事情 因着陆珠对蒋府中的过去一无所知 去了也帮不上忙 索性便留在蒋软身边 打理软居周围的事情 智光透过花窗 将屋子照得满满当当 陆珠一边坐在门口做绣活 一边道 到了经历 天气才好 日头都要舒服些 晒得人稳稳当当 蒋软不知可否 软居的院子 已是十分偏僻 日头晒的地方不多 比起从前的梅清院差得多 梅清院的日光 才叫绿色十足 当初赵梅还健在的时候 她趴在赵梅的膝头 看蒋信之链剑 槐花纷纷扬扬落下来 那画面才叫一个美 如今物是人非 赵梅早已命归皇权 蒋信之生死不明 世上骨肉之亲的人 只剩了她 孤苦伶仃的一个 感谢您收听本专辑 动动小手点击订阅 更新剧集不错过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与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重生之敌一女霍飞 作者千山查克 主播小夜光 云天河等 第三十三集 我回来了 姜轩将垂在眼前 那缕头发别在耳后 重新看起手中的书来 却在此时 白纸匆匆忙忙走进来 低声道 姑娘 不好了 连翘于颜花院的人 闹起来了 怎么回事 连翘性子虽急 但是个实颜色的 怎么会第一天 就闹起来 陆珠也放下手中绣活 看向白纸 白纸顿了顿 有些迟疑地 看了姜软一眼 才艰难道 这 奴婢与连翘回府的时候 瞧见颜花院的人 正在教训下人 起初我们并未留意 后来 连翘见着了 那个人的脸 她 她是 是周嬷嬷 奶娘 蒋软惊讶 周嬷嬷 是蒋信之与 蒋软的奶娘 是赵梅当初 从娘家带过来的人 赵梅去世那段时间 府里说 周嬷嬷见主子已去 恳求李府养老 从此便没了音讯 上一世 蒋软再也没有 见到过周嬷嬷 如今白纸却说 周嬷嬷仍在蒋府 陆珠也是个聪明的 敏感地从两人对话中 察觉到周嬷嬷死人的重要 莲翘姐为何与她们闹起来 莫非那个周嬷嬷被欺负得很惨 白纸对上讲软锐利的目光 这才艰难开口 周嬷嬷她 她 她失明了 奴婢与莲翘见着她的时候 她正在到夜香 炎华院的人说 她将夜香洒在了夫人 准备见郡王妃要穿的新衣裳上 要惩罚她 逼着周嬷嬷 吃下宫桶里的东西 蒋软双眸一眯 全身陡然散发出一股怒意 饶氏从未与周嬷嬷见过面的陆珠 也忍不住捂住嘴 气愤道 这也气焰太甚了 蒋软紧紧皱着眉 眼里是喷勃的怒火 好一个炎华院 好一个夏炎 想必上一世的时候 周嬷嬷也是这样 就在她的眼皮子底下 接受这种惨无人道的折磨 但是 她却对其痛苦 一无所知 如今 周嬷嬷重新出现在白纸与莲翘眼前 恐怕也是夏炎刻意的安排 让她看到周嬷嬷在江府里 生不如死的活着 利用周嬷嬷来打击她 这是羞辱 还是试探 姑娘 莲翘是个暴脾气 瞧着便于炎华院的人理论起来 那炎华院的人 也不是手游的灯 他们人多势众 奴婢看 再这样下去 莲翘恐怕要吃亏 这才回头来找姑娘 姑娘可有什么办法呀 炎华院的人 不会善罢甘休的 陆珠 去取我的衣服来 蒋转和上桌上的书 站起身来 姑娘可是要去救连翘姐姐 陆珠一边麻利的 给蒋软递过外长 一边道 要不要通知老爷 不必了 等他到了 我连连翘都保不住 姑娘可是要和炎华院的人对手 别人都欺负到门前来了 难不成要做缩头乌龟 他既然来挑衅 不迎头上怎么行 夏宴 与你的第一次交锋 我比你还要期待 三人快速收拾好 跟着白纸 到了炎华院门口的花园中 远远便看到一群丫鬟 围着中间两人 一人瘫倒在地 另一人护在地上人的身前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古怪的味道 两只弓筒在不远处放着 其中一只已然倾斜在地 乔剑蒋软三人 周围丫鬟并未动弹 直到连翘翘了一声 姑娘 为首的一名丫鬟才转过头来 壮死不经意地开口道 大姑娘怎么来了 这些下等人的地方 莫要污了您的眼 大姑娘还是快些离开吧 这丫鬟 蒋软认得 正是夏妍身边的大丫鬟 琳琅 上一世 蒋软不明白 夏妍如此温柔之理 怎么会有一个刻薄尖酸的贴身丫鬟 如今却明白 其实 琳琅才是夏妍真正的模样 夏妍不能说的话 便通过琳琅的嘴全部说出来 比如现在 对蒋软的奚落 蒋软微微一笑 你说得有道理 所以你快些离开吧 莫要污了我的眼 琳琅一愣 却见蒋软疑惑道 怎么 难道 你不是夏妍人吗 她语气温和 言辞却犀利 表情含笑 上扬的媚眼 却似冷刀 琳琅竟不自觉地后退一步 蒋软叹息一声 原来 琳琅认为 丫鬟是上等人 所以才这般打杀其他奴婢 奴婢没有 琳琅有些慌 蒋软这话 就是说她奴大欺主了 江府里 她在夏妍面前虽得宠 奴大欺主四个字 却是她不能承担的 大姑娘 罗碧真的没有 蒋软轻轻一笑 也不理她 转头去瞧连翘 连翘被几个丫鬟围在中间 衣裳有些凌乱 想来刚才争执激烈 再看她脸上有个清晰的巴掌印 蒋软脸色更是一尘 再看其中一个丫鬟 脸上巴掌印 一时栩栩如生 连翘倒是个不肯吃亏的主 连翘身后倒在地上的人 自想软来了后 便一言不发 这垂着头一动不动 仿佛一尊没有生气的雕塑 只看得见满头花白的乱发 和薄如纸一般的寒衣 将软伸出手 放在地上的人肩上 手刚刚附上去的一瞬间 敏感地感觉到 对方狠狠一颤 连翘张张嘴 最后还是没说什么 蒋软看着低垂着头的妇人 温柔开口道 奶娘 别怕 我是阿软 我回来了 地上之人 在蒋软开口说话的一瞬间 身子颤了颤 终于慢慢地抬起头来 蒋软呼吸一致 慢慢地捏紧双拳 周嬷嬷宝金风霜的脸上 勾壳纵横 瘦得几乎只剩皮包骨 原来略带福西的两颊 如今深深地凹陷下去 最可怖的 是那双眼睛 只剩下干涸的眼眶 分明是被人生生 挽了眼珠子去 露珠啊了一声 随即捂住嘴 不忍心再看下去 这年长的妇人 显然经历了许多痛苦 全身散发着一股 浮臭难闻的味道 她双眼失明 这呆呆的扬起头 蠕动着双唇 颤声道 大姑娘 是我 蒋软也不顾周卫人 异样的目光 一弯腰将周嬷嬷抱在怀里 她眼眸冷冽似冰 声音却有着奇异的魔力 安抚道 奶娘 阿爽回来了 感谢您收听本专辑 动动小手点击订阅 更新剧集不错过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重生之敌一女霍飞 作者千山查克 主播小夜光 云天和 第三十四集 蒋老夫人 时光似乎瞬间倒退这几年前 她和蒋老夫人 她和蒋新枝尚且是少不知事的幼童 每每惹了赵梅生气 都是周嬷嬷帮着劝解 她和蒋新枝闯了货被罚贵 也是周嬷嬷半夜悄悄去司堂给他们送吃时 周嬷嬷一生无死 待他们视如己出 如今那双总是慈爱呆笑的眼睛 只剩下一双空洞的眼眶 让人如何能无动于衷 琳琅皱了皱眉 大姑娘这是做什么 可别弄脏了身子才是 这奴才犯了大错 奴婢还要快些罚了回主子的吩咐 大姑娘若无其他事 烦醒退开些 蒋转还未开口 连翘便道 既然姑娘在此 这下园的事情便让姑娘做主 你一个奴才又如何插手主子的事情 琳琅一笑 身边另一个丫头道 哼 这话可就说错了 咱们都是奉主子的命令行事 琳琅姐姐的主子是夫人 大姑娘虽说也是夫里的主子 可如今掌管中会的却是夫人 大姑娘再大 总也约不过夫人去才是 大姑娘可莫要为难奴婢们了 你 连翘还要再说话 姜软已经开口 你说得不错 看来你们都是奉了夫人的命令 来惩处这位犯了错的下人 怀中周嬷嬷身子还在微微颤抖 姜软拍了拍她的肩 笑道 你们奉主子命令行事 的确没有错 只是我有些疑惑 姜府里的规矩 犯了错的下人 要吃掉夜香 却不知是哪一条家规了 琳琅 你在府中也是老人了 能否说一说 到底是哪一条 琳琅一愣 没料到姜软会与她玩 捉刺眼的游戏 本就是随口的敷衍 哪里还有什么家规 一时间倒也是想不出怎么回话 索性道 大姑娘 奴婢也不记得呢 奴婢只是照夫人说的做 将皮球踢给夏妍 琳琅想的也简单 无非就是看姜软不好 与夏妍作对罢了 今日 她为周嬷嬷出头 恐怕已经犯了夏妍忌讳 只是既然已经表明 装聋作哑这一条行不通 不把事情闹大 如何收场 夏妍开了局 收局 却由不得她 那么 琳琅你的意思 就是夫人犯了错是吗 奴婢不是这个意思 大姑娘何必为了一个 小小的下人计较 你这话可就说错了 我蒋家在京中口碑甚好 更不能做混淆 是听的事情 即便是一个下人 也不能冤枉或者是错怪 若是犯了错 严格按照家规惩处 否则何以正式听 若人人都可以随意用行 账府岂不是乱套 所以 此事一定要弄个明白 大姑娘准备如何 见蒋软态度强硬 琳琅也察觉到不同 不再纠缠 态度倒是有些蛮横 蒋软正要开口 猛的感觉 怀中的人身子一沉 周嬷嬷 竟是晕了过去 她面色一沉 白纸 带周嬷嬷回我院子里 马上去请个大夫 大姑娘 琳琅挡在前面 这与理不合 她还未接受惩罚 也不是大姑娘院子里的下人 大姑娘 恐怕没有这个权利 琳琅 难道你就有权利挡在我面前吗 白纸 还不快去 琳琅还想阻拦 瞧见蒋软森冷的表情 却忍不住一愣 竟不敢多说 眼睁睁地看着白纸 扶着周嬷嬷回软居 蒋软瞧着她 淡淡倒 琳琅 有些事情我没有权利 也不知夫人有没有权利 但有个人 一定有权利 琳琅愣愣地看着她 琳琅 去请夫人吧 咱们在桂兰院见 桂兰院是蒋老夫人的院子 蒋轩的嫡母 蒋轩是蒋家贵妾所生 贵妾死后 并养在嫡母名下 两人也算母思子孝 蒋老夫人在蒋府地位 不容置疑 对老夫人的印象 上一世 蒋软并不熟悉 因着夏妍和蒋素素 总说这位老夫人性情古怪 她便极少亲近蒋老夫人 记忆里 蒋老夫人是一位 极其注重归绪的人 当初虽然对赵梅并不热络 但蒋全取了夏妍后 整日留恋夏妍院子里 也被蒋老夫人狠狠训斥了一番 上一世 她急急的时候 所有人都赞同她 带蒋素素入宫 只有蒋老夫人反对 只是那时候 她身子已经日间枯朽 卧病在床 说的话 也无人听得了 但是如今 离她急急还有几年 正是蒋老夫人 掌管蒋府大事的风光时期 却不知 夏炎帐的手段 在年轻时 做事精明强势的蒋老夫人面前 够不够看了 贵兰院 在蒋府偏西的地方 离蒋软的软居最远 通报的丫鬟 回来领了 蒋老夫人身边的大丫鬟采雀来 采雀瞧见蒋软 也是大吃一惊 从前赵梅在的时候 这位最不受宠的大小姐 尚且与老夫人极其疏远 怎得如今 刚回府 就来了老夫人死处 蒋软潮的一笑 采雀姐姐 祖母还在休息 老夫人早已醒了 姑娘随奴婢来吧 我也是怕 叨扰了祖母休息 没料到祖母如此精神 起得这样早 叫我惭愧得很 她这般说着 一只脚 已经踏入屋门 并闻得一阵 亲人心脾的盘香 缓缓飘来 往前看 一名满头银发的老夫人 正合眼溢在她上 手持一串念珠墨缠 蒋老夫人身边的杜鹃 诧异地看了一眼蒋软几人 采雀轻轻轻道 老夫人 大姑娘来了 蒋老夫人仍是一动不动 双眼并未睁开 露珠有些不安 蒋软却没什么表示 依旧站在原地 采雀和杜鹃两人 拒续安静地站在一边 既不说话 也不招呼蒋软 倒叫蒋软晾在一边了 蒋软目光平淡 不动声色间 已经将老夫人打量一番 蒋老夫人和记忆里的 有些差异 当初在她看来 蒋老夫人无非是一个 古板又苛刻的祖母 如今瞧着 浑身上下 无一不富贵荣华 神态安然 眉目间却又有古自成的灵力 显然 这念佛的妇人 心中并不如手中佛经所讲 看淡一切 其中精明 恐怕只有本人自知了 感谢您收听本专辑 动动小手点击订阅 更新剧集不错过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与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重生之 嫡女霍飞 作者千山查克 主播小夜光 云天河等 第三十五集 讨好圣门技术活 时间静静地流走 屋中安静得很 似乎连一根落在地上的 真的响动 也能听清 也不知过了多久 踏上老夫人 向慢慢睁开眼睛 一眼 便朝蒋软看蒋过来 蒋软神情安然地回视 站得笔直而恭敬 蒋老夫人便眯起眼睛 不闲不淡道 来了 为什么不叫我一声 处着跟个石头似的做什么 进来 方小贱祖母在摸缠 摸缠是得一心一意 否则便是心不成 蒋软不敢打扰祖母 却还是打扰了 蒋老夫人侧侧身子 杜鹃忙送上热茶 蒋老夫人接过茶 抿了一口 才偏过头打量了一下蒋软 你倒是个沉得住气的 比起祖母来差远了 昨日回府回得匆忙 不曾来看过祖母 是蒋软的不是 你回府的事 吵得经理沸沸扬扬 昨个儿想必也应付得困乏 我这里不来也对 这话说的语气不明 反而看不清楚老夫人的态度了 蒋软热热一想 无论怎样 祖母都是祖母 都是蒋府的老夫人 是蒋软的亲人 没想到蒋软会这么说 蒋老夫人有些微差 垂头抿了口茶 我也有几年 未曾见你了 上前来 让我看得清楚些 蒋软一言上前 彩雀和杜鹃站在一边 目光也跟着打亮起蒋软来 他们两个贴身伺候老夫人 知道老夫人的脾性 对今天可能出现的场景 心中有数 却没有料到 是如今这个局面 没有厌恶和粗鄙 反而平静无比 大姑娘的态度 竟落落大方 丝毫没有惬意 再看上前几步的女孩子 身子柔弱 几倍挺的笔直 日光照在她光洁的脸庞上 更衬得肤白如玉 眉目寒情 一双水润的媚眼 流露出平淡的笑意 有一种温柔 有坚毅的味道 最重要的是 她站在屋中 竟无一丝 智灵少女的胆怯和声色 中一种沉淀的稳重 便将那明艳飞扬的外表 生生地 尽出一种高贵的风华来 彩雀和杜鹃 对视一眼 彼此都看出对方眼中的惊讶 这大姑娘去乡下庄子上待了几年 怎么变得如此不同 倒像是放在宫里 细心掌养出的贵人 不仅是杜鹃和彩雀 蒋老夫人目光也是一致 瑞丽的目光直逼蒋软 蒋软神色不动丝毫 依旧浅浅笑着 与她对视 蒋老夫人移开双眼 淡淡道 嗯 大了几岁 展开了些 她神清冷淡 压下心底的一丝惊意 她活了大半辈子 看人也算看得准 如今的蒋软 与过去判若两人 但是那份镇定 蒋素素便输了 却不知蒋软在庄子上 到底是有怎样的机遇 这样小的年纪 气势已有逼人的势头 你今日来 怕不只是来看我这个祖母吧 还有何事 早在之前蒋软未到时 便已经有丫鬟来通报了 之前在阎华院门外的事情 蒋软提出找她来解决死事 蒋老夫人也很是诧异 随即心中了然 如今这大丫头 本就不得蒋全欢心 后母又不是良善之辈 想来 靠她这个祖母 也只能是唯一出路 不过 若是想要讨好她 来帮周嬷嬷 她却是不愿意的 蒋软还未开口 便听得外头一个丫鬟通报 夫人来了 紧接着 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来 祖母 蒋软没有回头 便见身边跑过一个白衣身影 熟络地爬到蒋老夫人榻上 猫儿一般地 围在蒋老夫人身边 欢喜道 祖母 瞧我带了您最爱吃的绣人糕 说完 鲜薄似地 将手中草边的小篮子 放到桌上 苏娘 看你像什么样子 惊扰到祖母怎么办 夏妍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有什么关系 祖母不会怪罪我的 皮猴 蒋老夫人斥责道 面上却流露出笑意 这样不懂规矩 日后嫁了人 还不叫人笑掉大牙 祖母说什么呢 蒋素素脸红 一撇头 似乎刚发现蒋软 惊讶道 大姐姐也在这里 蒋软含笑点点头 蒋素素看了眼蒋老夫人 又看了看蒋软 突然道 祖母 你和大姐姐 是不是背着素素 说什么悄悄话了 嗯 素素也要听 大姐姐 你们刚才做什么了 她眨眨眼 如荧雾一般 朦胧的双目 灵动寒情 烟红的泪质 如小花一般 姿态天真无邪 仿佛堕入人间的仙子 叫人看的心怜 蒋老夫人没说话 只淡淡地 将目光投向蒋软 彩却有一些担心地 看了眼她 这屋子里热闹 大姑娘 却似只有一人似的 冷冷清清 连能帮个忙 说上话的人都没有 夏颜笑了笑 素娘别胡说 你大姐姐 还未等她说完 脏软便轻轻叹口气 声音轻轻柔柔浅浅 慢慢道 素娘说错了 我今日来 只是来看看祖母 素娘你也知道 我在庄子上 待了整整五年 与祖母也五年 未曾见面了 佛经理讲究圆满 我觉得世上知识 最圆满的 莫顾与家人团聚 我不像素娘你 时时刻刻便能享受到这种圆满 对我来说 今日的见面 就是五年来见圆满的一刻 我与祖母并未说什么悄悄话 我 只是想见见亲人罢了 屋子里静得出奇 蒋软沉静地站在原地 面上含了淡淡的笑意 目光却似透着层忧伤 比起蒋素素的令人心怜 她的安静 叫人更想要探究 夏颜的笑容已经僵在脸上 拢在袖中的手紧握成全 蒋软这话听着没什么 却不动声色地 指责了蒋素素的无礼 谁能对一个方归家 渴望清醒的女孩为难呢 果然 便瞧见蒋老夫人 看着蒋软的目光柔了些 蒋素素还未反应过来 只听蒋老夫人不悦的声音响起 宿娘 你大姐姐方归家 来看我这个祖母 天经地义 不许胡闹 蒋素素有一瞬间的恶然 宿然她刚才那番话 是故意针对蒋软 但也是笃定了 蒋老夫人并不会责怪她 这么些年 她乖巧懂事 蒋老夫人对她疼爱有加 今日却是头一次对她发火 到底是年纪还小 蒋素素掩饰得有些勉强 笑道 对不起大姐姐 素素不是故意的 大姐姐 不要生气好吗 你我是姐妹 我怎么会生气呢 蒋软温柔回答 蒋老夫人更满意了 嗯 你们姐妹二人 要多扶持 大丫头今日 就做得很好 夏妍笑着走上前 阮娘自然是个好的 不过阮娘 听说今日琳琅惹了你生气 似乎是为了一个下人 还要老夫人来做主 这是怎么回事 蒋素素仍旧握在 蒋老夫人身边 只是姿态 不像方金屋那样自然 蒋老夫人也朝她看过来 显然在等她的一个说法 感谢您收听本专辑 动动小手点击订阅 更新剧集不错过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与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重生之敌女霍飞 作者千山查克 主播小夜光 云天河等 第三十六集 交锋 蒋软便将在 盐华院外发生的来龙去脉 娓娓道来 她语气平稳 连自己与琳琅的对话 都一字不落地复述出来 倒是没什么修饰 令人更加信服 言罢 她看了看蒋老夫人 老夫人 当初娘亲去世 我卧病在床 只听说周嬷嬷出了府 不想今日去瞧见了 像是当时哪个胆大的丫鬟 说错了话 只是我也不知 周嬷嬷是我奶娘 可以落到如今这个地步了 夏妍轻轻叹口气 阮娘 你年纪小 有些事情我也不想要告诉你 其实当初姐姐去世后 周嬷嬷她 并非是出府 而是偷了姐姐的首饰 准备离开 江府里是最容不得手脚不干净的下人 且周嬷嬷又是你的乳母 怕你伤心失望之下 病症加重 我便与老爷商量着 先将周嬷嬷惩处了 未曾告诉你 夏妍诚恳地看着她 如今叫你知道了 母亲在这里向你赔个不是 只是这下人确实该罚 即使你要误会我 我也不后悔当初的决定 彩雀和杜鹃 拒实吹头 不动声色地听着 这里没有他们说话的份 只是心中暗暗思量 夫人说话果真是滴水不漏 一番说辞 大姑娘 已然没什么话可说了 蒋软摇头 虽然母亲自行处理 没心愿的下人 五年来也不曾告诉我一声 但都是为我着想 我怎么会怪罪母亲 夏妍脸色有些不好看 但见蒋软的脸色 比她还要真挚 似乎完全没发现 自己话语中的暗缝 心中更是憋了一口气 蒋软又道 只是 我还是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那就是 偷了主人钱财首饰的下人 似乎好像并不至于 伸弯双眼 吃掉夜香账的责罚 蒋家也算书向门底 怎能做出这样薛行的事情 伸弯双眼 吃夜香 这是怎么回事 蒋老夫人皱皱眉 她是念佛之人 在一些事情上 有自己的主张 对夏妍的手段 她向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知道夏妍不是个省油灯 却不想这个平时里轻声漫语的妇人 对待一颗手无寸铁的奶娘 也能熟死歹毒 这已经触及她的底线 夏妍声音仍旧温柔 不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念着周嬷嬷是阮娘的乳娘 我也不忍心责罚太重 便将她发配到唤喜房中 谁知周嬷嬷在唤喜房中 仍旧有偷窃的习惯 与唤喜院的其他下人发生争执 被人弯了一双眼珠子 唤喜院也容不得她了 只能做到夜香的活儿 原来如此 那弯掉周嬷嬷眼珠的人 现在到了何处 已经打了板子驱逐出府了 至于吃夜香 那是琳琅那个丫头自己的主意 我已经狠狠教训过她了 这一番动作下来 倒是显得下颜 贤良输得 又顾全大局 就无一处不适 全是蒋软斤斤计较了 蒋软微微一笑 母亲真是良善 换作是我 也不会做得更好 只是既然周嬷嬷最不至此 我如今又回来了 她仍旧算是我没情愿 而不 是软居的人 能否让母亲做个主 允了软娘的请求 不带夏颜说话 蒋素素已经叫起来 大姐姐 你要周嬷嬷重新回你的院子 你不怕她偷东西吗 软娘 我知道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 只是周嬷嬷的品德 确实不适合陪在你身边 她又是个瞎子 放在软居 也只是个吃闲饭的 难不成 你要养着一个下人伺候 那蒋府 岂不是会成了笑话 老夫人不也这样认为吗 嗯 不错 我正是为了蒋府才这样做的 蒋府向来是非分明 形势也极有规章 如今周嬷嬷一个好端端的人 在大家眼皮子底下 便被人弯曲一双眼珠子 下一次会不会是别的人 会不会不止一双眼珠子 传出去 大家会怎么看我们蒋府 只会说蒋府乱作一团 只会说母亲管家不利 周嬷嬷若真的在软居 手脚不干净 我第一个将她送进官府 若是她能改过自新 也算全了主扑一场缘分 且瞎子也并不是 什么都不能做的 世上许多生来便看不见的 照样好好活着是不是 眼看着蒋老夫人神色 松动几分 再听着明里暗里嘲讽她 管家不利的话 下眼皱皱眉 可这余理不合 母亲 蒋软打断她的话 但弹倒 凡事有因必有果 就算是为了下辈子的上果 这辈子 也最好不要增恶意 大丫头说得没错 蒋府也不是从不讲情面的 在你眼皮子底下 被人弯了一双眼睛 说到底 还是你这个管家夫人的不是 既然只是一个下人 放到大丫头院子里也无妨 好歹也是她的人 随她处置便是了 谢谢祖母 既然娘这么说 我也不好再多事 只是阮娘将她接近院子里 要她做什么 也是安排到夜香 母亲多虑了 周嬷嬷如今是软居的人 便仍照着原先的奋力 做个伺候的嬷嬷就是 阮娘 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 身边伺候的嬷嬷瞎了眼 被外头瞧着可不好 有何不可 这世上可不是世事便看外表 哎 好了好了 大丫头如今还小 不需要什么面子里子 下人用着书心就好 现在操心还早了点 过几日 沈氏郎家夫人做寿 邀江府几位姑娘 一同前去 你这个做母亲的 整日也别只顾着院子里的事 早些给大丫头 添置些新衣裳 才是正经 瞧瞧大丫头 如今穿的是什么样子 叫别人看见了 指不定说我们江府 磕带敌女 蒋软刺回服 并未换过衣裳 依旧是一身墨绿色 弹灵旧家袄 虽说她容貌明艳 将陈旧的衣裳 也穿出几分颜色来 在蒋素素面前一比较 立刻高下利剑 蒋素素的衣裳 大多是白色 装饰也极简单 一眼看过去 便是一个朴素清丽的模样 可细细一瞧 用着的衣料 无疑不是昂贵的绸缎 上头的刺绣 又据是上好的针法 首饰虽不多 简单几样 便是价值不菲 一眼看去 便是大户人家 精心养出的好闺秀 气质脱俗 阮丫头穿的 竟不如丽丫头 你这个做嫡母的 也该上心 都是媳妇的不是 这几日阮娘回来 媳妇打电江府的事情 竟将这事给忘了 媳妇回头啊 就让如意楼的裁缝过来 给阮娘凉尺寸 做几件新衣服 咱们江府的嫡女 不风风光光怎么成 几句话 既表明了这几日 她为江府上上下下 操劳不少 又说了 马上请裁缝 如此是大体 又知错能改 江老夫人面色缓和不少 又迅了几句话 便称乏了 江软几人 便退出屋子 感谢您收听本专辑 动动小手点击订阅 更新剧集不错过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与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重生之 嫡女霍飞 作者千山查克 主播小夜光 云天河等 第三十七集 做衣裳 蒋素素在门口叫住蒋软 大姐姐不去 素素院子里坐一坐吗 改日吧 还有些东西 不曾收拾清楚 大姐姐 是不是不喜欢我 素素哪里做错了吗 怎么会 蒋软面色有些惊讶 语气越发柔和 我是你的嫡长姐 你是我妹妹 我怎么会不喜欢你 别多心啊 蒋素素面色稚了稚 才扬起脸道 大姐姐这样说 我就放心了 过几日 去沈小姐府上 我也会好好照顾大姐姐的 蒋素素走后 露珠瞧着她的背影 姑娘 二姑娘怎么感觉乖乖的 哪里乖 不知道 只觉得 她和夫人脾气也太好了些 姑娘方才那般 若是其他人总要生气了 二姑娘和夫人 却一直笑咪咪的 和气得很 世上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你人 还有三份土星呢 蒋软微微一笑 夏颜知书达理 蒋素素 轻力脱俗 两人的名声 就是他们的负累 注定 他们为了自己那张高贵的皮囊 不会做出有失身份的事情 在外人面前 永远大方得体 方才得一再强调敌长女的身份 不知蒋素素 憋得可辛苦 不过到底 还只是个开始罢了 夏颜的动作也快 下午的时候 如意楼的裁缝 就到了软居 如意楼的裁缝是个年轻妇人 名唤柳如意 如意楼在京中 也算是数一数二的成衣铺子 专为经理大家小姐做衣裳 蒋家小姐的事情 前段时间在京中 吵得沸沸扬扬 柳如意心中也对这位蒋家小姐 十分好奇 待到了软居的时候 便看到院门口的牌匾上 龙飞凤舞的两个大寺 软居 当真是气势非然 自己又风流又潇洒 似乎是位出窍的利剑 含着隐隐的锋利 柳如意平日里 做的是大户人家的生意 对文房四宝也不够有研究 此刻见着这一幅字 也忍不住心中 赞叹了一声好 从来京中盛散八皇子的字 风流倜傥 他却觉得 这牌匾上的字 也不慌多让 顶路的莲翘 见柳如意一直盯着院门口的牌匾 就笑道 这是我家姑娘写的 好字 都说见字如见神 柳如意也对这位 未曾见过面的软家小姐 有了一丝好感 带进了屋后 连翘道 姑娘 如意楼的柳姑姑到了 蒋软放下手中书 抬眼看过来 柳如意愣了一下 饶使他到贵人府中做衣裳 这些年见过的美人不知有多少 见到蒋软 也忍不住惊了一下 蒋软约是刚刚看书看得乏了 整个身子都已在软榻里面 整个人似乎都软软地陷了下去 抬眼看来的时候 带了一丝不自觉的慵懒 然而 上扬的眉眼中 又含着一丝还未收进去的冷力 如一朵冷艳的月季 有种凉薄的诱惑 他冲柳如意微微一笑 冷艳感 便瞬间消散 如同春水一般 温和明媚 柳姑姑 柳如意也收起心中惊艳 我来为蒋姑娘做衣裳 这里有几匹段子 蒋姑娘先选一匹吧 桌上摆着的几匹段子 结实上好的银丝段 颜色有雨过天青色 秋香色 蜜桃色 燕粉色 嫩黄色 结实年轻女子喜欢的颜色 夏妍特意为她选出来的几匹段子 都是颜色跳跃鲜艳 跳不出错处的 偏偏 穿上这样的衣裳 定会沦为蒋素素的陪衬 因为 越是鲜艳 就越显得蒋素素 一身白衣 飘飘若鲜 高雅出尘 蒋软指着最中间一匹大红色段子 就她吧 柳如意有些诧异地看了蒋软一眼 似是没想到 她会选这样一匹作为鲜亮的段子 略略一想 又笑道 蒋大小姐皮肤升得白 这红色倒是极衬 刘掌柜 想来素娘 当是选了白色段子吧 是啊 蒋二小姐向来喜欢素敬的 说到这里 柳如意恍然大悟 在看向蒋软时 目光已是不同 京中众人都言 蒋二小姐轻力无双若天仙 如今瞧来 大小姐更是艳中之王 有如意心中叹息 这蒋大小姐生的一颗七窍玲珑心 本来鲜艳的颜色 在蒋素素的素雅中 会流于艳俗 可若换成火一般的红色 若是穿衣上的人 本就生得不俗 要想压下其中风头 却是不容易 蒋二小姐 想要成为众人的焦点 却不知在不动声色间 已经沦为别人的陪衬 柳如意是个爽快人 加之之前 对蒋软又颇有好感 如今更是对她欣赏不已 大小姐尽管放心 如意楼出的衣裳 到时候保管让大小姐满意 走出去体面风光 定是最惹眼的一个 多谢柳掌柜了 量体裁衣 几天后 如意楼的衣裳便送过来 因为是为蒋家几位小姐 一起做的衣裳 就都放在蒋老夫人的桂兰院 等蒋软和莲翘到桂兰院时 蒋素素早已到了 见到蒋软便笑道 大姐姐也是来瞧衣服的吗 蒋软汗手 只听蒋素素又道 不过是几件衣裳罢了 祖母非得让姐妹们聚在一起 每次都是那些 穿着也差不离 有什么可看的 她说的天真浪漫 本就生的一副天外非仙的模样 却对手是衣裳一类毫无兴趣 一丝烟火器也没有 这样的女子似乎并不属于红尘之中 生来就应该被好好地呵护在掌心 一辈子天真烂漫的 上一世的时候 蒋素素财名满京 却不像别的女子那般贪慕名利 天下人无一不赞赏有加 蒋软也曾经以为 这个妹妹是不懂这些红尘俗事的 直到上一世最后一刻 她才明白 蒋素素并不是没有欲望 不是对这个世上的名利 弃如碧驴 而是她想要的 从来就是最高的那个位置 其他的都不屑一顾 这一世 蒋素素年纪尚小 却不知她现在有没有那个定理了 蒋老夫人听到蒋素素的话 笑骂道 姑娘家 哪个不洗穿衣打扮 你倒好 成天就肃静的跟丫头似的 花一样的年纪 却不爱穿鲜亮的颜色 话虽这么说 蒋老夫人眸中却是满意的神色 显然 她也认为蒋素素 更衬素性的衣裳 显得脱俗 蒋素素皱了皱眉 我不喜欢那些 听说大姐姐 要了红色的段子 可是真的 蒋软点头 是 如今是否年关刚过 想穿得喜庆些 这个理由倒也无可厚非 蒋素素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感谢您收听本专辑 动动小手点击订阅 更新剧集不错过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与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重生之 敌一女霍飞 作者千山查克 主播小夜光 云天河等 第三十八集 谁是谁陪衬 等待的时候 蒋丽和蒋丹 也一闲一后地走进来 两人对蒋老夫人 行的礼 便站在一边 蒋丽在蒋老夫人 面前还算规矩 除了面对蒋软的目光 有些巨傲之外 倒是挑不出一点错来 蒋丹神情窃窃的 有些无措地 搅着自己的衣裳下摆 似乎对大家聚在一起的情形 十分不适 再过了一会儿 蒋老夫人身边的彩雀 捧着一个箱子走进来 如意楼的刘掌柜说了 先赶出这四件 过些日子 再赶春衣出来 到时候 再让大姑娘挑些料子 蒋府四个姑娘中 蒋软的衣裳最少 都是从装子上 带过来的旧衣裳 蒋老夫人自然不会 让她穿杖临上出门 先是去成衣铺子 买了些送来 等天气再好一些 春夏秋冬四季衣裳 都要重新做 蒋丽目光一顿 狠狠挖了蒋软一眼 面上布满之情明显得很 碍于老夫人在场 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彩雀将那盒小箱子打开 姑娘们来挑吧 衣裳全部叠得整整齐齐 放在如意楼特制的精致木箱中 蒋素素看了一眼 蒋软 大姐姐先挑吧 我最年长 但你要先挑吧 都是做好的衣裳 早晚挑也一样的 这么一说 蒋素素便不好意思道 说得也是 那我便直接挑了 蒋素素从箱子中拿出来的 果然是一件雪白香糊皮 圆锦边琵琶金蛋袄 腰下是公白色绣花锦裙 外照一件银鼠砍尖 样式精致独特 又不显得繁琐 却处处透着高贵 即便蒋素素要显得自己 并不在意衣裳 看到成衣时 也忍不住露出一丝笑容 蒋力看到蒋素素的衣裳后 目光闪过一丝不渝 然 蒋福顶女的衣裳 本就比兽女更花心思 何况 蒋素素还如此得宠 即便心有不甘 蒋力也不敢再说什么 蒋力的衣裳 是浅紫色的织紧窄银袄 配连青羊羞裙 平心盘扣 倒也显得绿色逼人 蒋丹的 则是一件山茶黄的锦身锦袄 葱黄领锦裙 简单明艳 倒是其衬蒋丹切生生 惹人恋爱的气质 蒋力与蒋丹的衣裳 其实也十分美丽 只与蒋素素相比 便落了下诚 若三人站在一起 外人眼中 便只能见得蒋素素一人 风姿脱俗 蒋力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见到衣裳并不显得高兴 蒋丹倒是极开心 眼里都是欢喜 蒋软的衣裳 是压在最下面的 采雀帮他从里头拿出来抖开 便见是一件 露金百叠春花 大红羊段展云袄 翡翠撒花羊段裙 掐进蛙芸红香羊皮小靴 但众人看清后 蒋素素惊叫起来 啊 静这般嫌疑 姑娘们虽喜欢颜色鲜亮的衣裳 却更愿意穿些柔美的粉色桃色之类 这样的水红色 却极少尝试 一来是因为 水红色衣裳 大多适合那些性子火一般的热烈女子 若是温柔女子穿着红色 总觉得少些什么 二来是 这府里 蒋素素 最喜白色 穿红色在她身边 定是强烈反差 奖励奖单 容色都不及蒋素素 若是选了红色 站在她身边 定是十足洋相 而蒋软 偏偏就选了这么一件 热烈丝火的正红 蒋立笑起来 大姐姐怎么选了和二姐姐浑然不同的颜色 这下子两人站在一起 可就鲜明了 有趣 蒋素素问了片刻 也跟着笑道 大姐姐穿红色 定比素鸟好看 也洗清得紧 她虽知道蒋软挑了笔红色段子 却没料到 如意楼做出的这件衣裳 如此繁复华丽 不过 这都让她心中宽慰了一些 年轻小姑娘 必然压不住这样 华丽复杂的红色彩衣 蒋软便是长相明艳 穿着这身衣裳 也只会被衣裳的势头压过去 倒显得 有些头重脚轻 俗气得很 蒋软也如她这般想 看向蒋软的目光 就有些幸灾乐祸 嘴上却道 刘掌柜可真是偏心 给大姐姐做的衣裳 花纹这样华丽 咱们可就比不上了 这花一样的衣裳 只有大姐姐才敢穿 我既然是蒋府的章女 穿得正统一些也好 你们挑的衣裳也急衬呢 蒋府的姑娘 个个都是顶好的 蒋丹看了一眼蒋软 小声道 大姐姐的衣裳真好看 我从未见过 府里有人这般穿呢 坐上的蒋老夫人 微微眯起眼睛 一微深长地盯着蒋软道 衣裳是不错 可还少了点什么 大丫头似乎没什么披风 杜鹃 回头你取了我箱子里那件 大红鹤厂送到软居 大红鹤厂是蒋老夫人 当初的陪嫁 自然珍贵无比 不过蒋素素向来喜欢白色素景 适宜 从来没有讨要过 但这不表示她不喜欢 如今见蒋老夫人 将自己陪嫁之物送给蒋软 心下诧异 蒋厉早已看红眼 酸溜溜道 索鹅可真疼大姐姐 刚回来 就将这样的好东西给了 蒋老夫人瞥微一眼 语气分辨不出喜怒 你们养在蒋府里 穿的用的可短了 大丫头如今刚回来 前些年在庄子上 也吃了不少苦头 桥身上 连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 祖母说的是 大姐姐 我那处还有好些首饰 你不如来我院子里坐坐 选些首饰走 只是我的首饰太过素的 不知你喜不喜欢 蒋厉做不到 蒋素素那样大方 即使装也装不出来 索性将头扭到一边 假装没听到 蒋单只低下头 手紧紧地揪住自己衣角 她的首饰没有两个姐姐的多 最多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夫人赏下来的 凭日礼系在一起 等着日后若有急用 还能荡掉 我怎么能拿妹妹东西啊 没事的 母亲定为我准备好了 蒋老夫人目光闪了闪 挥了挥手 也罢 你们的衣裳都拿到了 明个儿去沈侍郎家中 也要打扮得体体面面的 我蒋府中的女儿都是名门归秀 二丫头 你姐姐如今刚回京 京里许多人都不甚熟悉 明个儿你可要好好照顾她 出门在外 你们代表的都是蒋府的脸面 当要互相扶持 祖母教训的事 宋娘知道了 蒋软也汗手答应 说了一会儿话 蒋老夫人便要莫缠 几人各自拿了做好的衣裳 回了院子 蒋软到底还是没有去 蒋素素院子里挑首饰 听说奖励却去了 拿走了些项链簪子 蒋素素在首饰珠宝方面 对奖励并不小气 或许也是因为 蒋软从来就不会短了她的 感谢您收听本专辑 动动小手点击订阅 更新剧集不错过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与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重生之敌一女霍飞 作者千山查克 主播小夜光 云天河等 第三十九集 青睐 到了晚上 蒋老夫人身边的彩雀 果然送了大红贺场过来 与此同时 还带了一匣子首饰 称是蒋老夫人赏的 嘱咐蒋软明日要打扮得体面些 蒋软也不推死 笑着硬了 然后从匣子里挑了一只橙色 比较一般的银簪子给彩雀 称劳烦彩雀走着一趟 彩雀起先不肯收 最后推死不过 只好笑着接受了 彩雀走后连翘道 老夫人如今对姑娘这般好 姑娘的日子可算是苦尽甘来了 这大红贺场可珍贵了 就这么给了姑娘 可见老夫人心里 还是疼咱们姑娘的 白纸也欢喜 一边将贺场叠起来 一边仔细上头的毛料 录珠摇头 我瞧着也不见得 如今姑娘刚回府 老夫人就让姑娘穿得体面 去沈侍郎家州 明个儿的聚会 去的可都是京中贵族小姐 咱们姑娘五年未曾回京 这一次露面 必然要让大伙知道 蒋府的大姑娘 是个正正经经的名门美人 我估计老夫人是这个意思 蒋转拨了拨登心 陆珠说的没错 左右是蒋府大小姐 这个名称的好处罢了 将那匣子说好了 民事怕也不是那么轻松 桂兰院中 张妈妈起身给老夫人 断了杯红枣莲死茶 蒋老夫人接过茶并不喝 只若有所思的 瞧着茶杯里起伏的红枣片 张妈妈 你觉得大丫头怎么样 大姑娘生的美 如今呢 瞧着言谈举止 也极有风度 哎 就是命苦了些 早早的 夫人就去了 她是个聪明的 蒋老夫人皱了皱眉 刚回府见我那次 你是没瞧见 这丫头的通身做派 竟和宫里出身的贵人一般 从前瞧着 是个胆小温顺的 如今气质也变了 倒不像她亲娘 只这些年 她都是在庄子上 下言办的那些事 你也不是不知道 怎么能有 大丫头的好果子吃 没被养废了 就不错 她是如何做到 今日这般的 许师和宁颖呀 一边的彩雀听到 笑盈盈接了句 毕竟是您的孙子 老夫人当年 可是心中 数一数二的名门闺秀 谁听到不说 您规矩才貌 都是一等一的好 大姑娘瞧着 是个通透的 或许天生如此 就算在庄子上 也能养出 宫里的派头 就你嘴甜 也不知那丫头 许了你什么好处 竟这般替她说话 我可不是 凤城大姑娘 我是在讨好 老夫人呐 老夫人可就别 操心那么多了 大小姐懂规矩 是好事 我瞧着 在镜中大家小姐里 也是数一数二的 江湖出了这么个人 可要没吐气了 只希望她明日 能做得好一些 第二日清晨 莲翘早早地 换来蒋软起床 蒋软吩咐白纸 去照料周嬷嬷 所以 今日出行 便由陆珠和莲翘跟随 陆珠服饰蒋软 用过早点 莲翘已经迫不及待地 要帮蒋软 换上衣裳 陆珠笑道 莲翘姐姐急得这般模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今日做客的是 莲翘姐姐 死蝶子静胡说 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咱们姑娘多少日 没好好地打扮一番了 我早就说过 咱们姑娘是美人胚子 只要想到 等会咱们姑娘一出去 那些人掉下来的眼珠子 我就不得不高兴得很 江湖里的美人可不是我 姑娘谁说二姑娘 莲翘是个直性子 不管不顾道 二姑娘的模样 生得是好 可是过于清淡 现在年纪小些 瞧着还好 若是再年长些 再这么肃淡下去 便显得有些无味 哪里有咱们姑娘 颜色动人 你可知道 如今心中盛行的 正是这样 清理脱俗的美人 如我这般 却流于艳俗了 陆珠本在打枕桌子上的东西 听闻此话也忍不住开口道 姑娘可就说错了 文人骚客们都言自己爱莲 出于泥而不斩 可世上之人 常常花价值千金 求一盆洛阳牡丹 可见有谁人花千金 去求一盆池塘中的莲花 就是这个链儿 蒋软摇摇头 也不再说什么 陆珠静完手 让蒋软坐在梳妆台前 姑娘想要输个什么头 随你吧 不会失了礼数就行 兜兜转转 一炷香时间便过去了 蒋府府门外的马车早已备好 一共两辆马车 蒋素素与蒋软下沿一辆 蒋单奖励一辆 两辆马车需得一同出发至神府 沈侍郎与蒋全官场上 有需扶持的地方 关系素来不错 但连翘陆珠跟着蒋软出了门 远远的便见到蒋力蒋单 都已经先到了 两人站在夏妍身边 与蒋素素说话 蒋力率先看到蒋软 大姐姐好大的面子 竟让母亲和姐妹妹一见好等 是蒋软的不是 毕竟是回来后第一次进神府 找了院子里的嬷嬷 问了些事情 免得到时候失了礼数 别人还只会说 我们蒋府的人不懂规矩 说这些做什么 阮娘今日这般打扮 可真叫人认不出来了 漂亮得紧 蒋力和蒋素素 谋中同时犯起一次异色 本以为这样的打扮 蒋软是绝技压不住的 只会让衣裳把人衬下去 谁知 蒋软却与这衣裳 异常的契合 仿佛天生这身衣裳 就是为她准备的一般 丝毫没有一丝拘谨 反而将那热烈无比的正红色 穿出一种贵气与纯净 然后 又流转出淡淡的妩媚 叫人忍不住看呆了去 在场中人 只觉得那美 咄咄逼人 面前这个任人欺凌的大小姐 已经全然陌生 几位妹妹也漂亮得很 母亲这么说 可折杀我了 这般亲亲热热地交谈着 几人各自上了自己的马车 蒋素素上车后 便依偎在下眼怀中 眼角余光 注意着蒋软 本以为三人挤在同一辆马车里 蒋软定会感到不自在 谁知 蒋软上车便捧了本邮寄看起来 目光安然 倒是让想要开口的蒋素素 不好说话了 感谢您收听本专辑 动动小手点击订阅 更新剧集不错过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与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重生之敌女霍飞 作者千山查克 主播小夜光 云天河等 第四十集 蒋家软娘 一路相安无事 不知行了多久 马车在神府前停下来 几人下了马车 神府门口领路的小厮便出来迎接 下眼地的帖子过去 很快 门里走出一个身材富泰的老嬷嬷 蒋夫人来了 我们夫人早就等着您呢 夏妍笑着硬了 只走了一阵 便被领进厅中 沈夫人果然已经风茶等着 见了夏妍 面上及时亲热 姐姐这些日子也不常来做做 若不是我生辰 怕还要巴巴的眼盼着你来呢 这些日子软娘刚回来 忙着上下打理 你可别怨我 沈夫人便转过头来 一双精明的双眼 钉在蒋软身上 赏过一丝惊艳 这便是蒋大姑娘吧 可真是个美人胚子 蒋软上前见礼 听了沈夫人略显放肆的话 也仍是波澜不惊 落落大方道 沈夫人谬赞了 沈夫人的目光像是在打量一件物品 身边跟着的莲翘和露珠心有不满 不动声色地侧了侧身子 遮住沈夫人探究的目光 奖励谋中赏过一丝愤恨 不甘地上前冲着沈夫人 甜甜一笑 夫人好 沈夫人对蒋软的态度却很冷淡 只应了一声 便看响蒋素素 哟 素娘这些日子可是越发的可人了 瞧着跟小天仙一般 让我都嫉妒得眼红 娘 你说什么嫉妒呢 话音未落 便听得外头传来一个娇娇的声音 从里头走出一个粉山少女 瞧见蒋素素便兴奋地冲过来 四儿姐姐 蒋素素笑着拉起她的手 明珠妹妹 沈明珍是沈侍郎家中的掌上明珠 沈侍郎家中有三个儿子 女儿却只有一个 蒋软上一世对沈明珍的印象 只有她是蒋素素的归忠好友 却不知为什么总是对自己充满敌意 每次她与沈明珍发生冲突的时候 都是想速速解围 当初说自己是草包美人 只会低俗的舞技才会的琴技舞蹈 也有沈明珍一份很大的功劳 上一世 蒋软不明白 她并未招惹沈明珍 何以沈明珍非要与她作对 如今一想 却全然明了 在上一世仇人遍地的道路中 隔了生与死的距离 再看到这位故人 时光疏而流转 回到了一切尚未发生的时候 却不知这一世 沈明珍又是个什么结局 似乎是感觉到她的目光 沈明珍转过头来 见到蒋软的容貌 先是一惊 随即立刻莫名其妙地愤怒道 她是谁 周围人还来不及说话 便见蒋软微微一笑 眼尾处若有若无地 流出一丝寒意不明的情绪 诞生道 蒋家 软娘 你便是蒋软 沈明珍一愣 蒋软的事情 早在之前的就有所耳闻了 她与蒋素素向来交好 蒋素素容貌美丽脱俗 心情却温柔 前些日子 因为蒋软在公堂上的一番言论 蒋复成为众矢之地 连着蒋素素都愁眉苦脸了好些天 事已 蒋软在沈明珍的眼中 便是一个粗也无能 懦弱丑陋的山村小女 然而今日一现 单不说那份 宫中贵人一般的气度 就拿容貌而言 便是与蒋素素不相上下 甚至还要明言几分 蒋软汗手 蒋力便笑道 明珍妹妹 这就是我大姐姐了 我大姐姐刚从庄子上回来 对京中的事情不甚熟悉 此番也是第一次到你府上来 她这样强调 是明珍的眼中便闪过一丝轻蔑 京中与庄子上可有不同 蒋小姐可要瞧仔细了 陆珠与莲敲面上闪过不愤 这边的明珍暗斗 夏言却只与沈夫人说笑 似乎并未注意到这边 自然就不会出口解围了 蒋丹不必说 早已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低着头站在原地 巴不得众人都不曾留意到她 蒋丽早已幸在乐祸 出人意料的 却是蒋素素的态度 只站在一边微笑 并不说话 这样的场景 倒是头一遭 上一世的时候 但凡有大家小姐 对蒋软针锋相对 只要蒋素素在场 一定会为她解围说话 或许是为了博取她的信任 又或者 是要赢得一个好的名声 可如今 她却连好话也不愿说一句 莫非 这便也要沉不住气了 蒋软只静静微笑 并不接话 便让沈明珍的一拳 仿佛打在棉花上 毫无作用 沈明珍憋着一口气 索性拉住蒋素素的手 娘 大厅里夫人姐妹们 都等得久了 让蒋夫人和苏儿姐姐 快些去吧 沈明珍嚣张跋扈 言谈中只提起蒋素素和下言 本是一件无礼的事情 沈夫人 却毫无责怪之意 只笑着硬了 显然这已经是常识 沈明珍果真是 沈府的掌上明珠 自小便浇灌着长大 沈府大厅中 诸位夫人和小姐 早已等候多时 相熟的便坐在一起说话 有人道 听说今日 那蒋家大小姐也会出现 一位全古高高的夫人道 蒋家大小姐 哦 便是那位 被蒋上书磕带的嫡女 哎哟 天可怜见的 萧萧年纪就去了亲娘 落得如今凄惨的下场 若不是此番王御氏偶然遇见 哎哟 还不知要吃多少苦头 旁边的妇人却笑眯眯 虽说是可怜人 却听说是个八字客亲的 蒋上书平日里为人公正 必然有其中原因 这夫人生得个圆盘子脸 眼睛笑眯眯的 成条缝 简直如庙里 丝眉善目的 富太菩萨一般 看着便是和和气气 只是在庄子上长大 哪里急得上在府里长大的 形势必然有不妥当的地方 倒是比不上蒋府二小姐出众了 说到蒋府二小姐 人们便不约而同地 想到蒋素素的才行与容貌 纷纷点头附和 对对对 蒋二小姐自然是极好的 天仙般的人 哎呀 蒋大小姐所差原意 那蒋大小姐和蒋二小姐站在一起 对比也太过鲜明 蒋府啊 有一位蒋二小姐便已经足够了 蒋二小姐可是精中的才女呢 山野中长的女子 必然粗也无比 更无论容貌了 圆盘脸的妇人脸上笑意更深 出面色不渝的高强谷妇人点了点头 不省不慢地喝起茶来 人们的讨论还未停止 便听得有人叫道 瞧 蒋夫人和二小姐到了 感谢您收听本专辑 动动小手点击订阅 更新剧集不错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